Apple團內排擠事件延燒 其中以人氣成員那安的活動受到最大影響 一名自稱前團員玄珠弟弟爆出黑料 而DSP娛樂雖然不斷強調更符合事實 但隨著弟弟貼出更多證據 還往開始出現抵制Apple的聲浪 更是重創那安的演藝生涯 這次經廣告商的代言拍攝中斷 他預計演出的SBS電視劇《模範計程車官網》 更被網友洗版 而他目前參與的綜藝節目《美味的廣場》 也收到要他退出的要求 對此製作單位也松口表示 會盡力刪掉他的片段 希望這波爭議的真相能趕快有個水落石出啊